大家好,我是東京東橋 我是包博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來玩東京655車隨機一日遊喔 好,沒錯,那遊戲規則如下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隨機選出4-6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啊,想不到就好恐怖,因為日本其實很多車站其實都是蠻無聊住宅區 好不好,我根本沒有餐廳那我可能就要餓肚子啦 對,或者是說我們抽到就是4個住宅區啦 一日遊就很難看這樣 這部影片大概就3000view左右,2000view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馬上開始隨機抽查 好 車站開頭的無視音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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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十、九 鐵 鐵 我感覺我就不知道有鐵開頭 好,我們再進入鐵 這個嘛,鐵 OK 鐵裡面又有四站 哇,好次 好次級喔 好,四站 登登登登登登 四 喔 天圓吊布 喔 喔,那個地方還不錯 天,喔好好好 水水水第一站其實 我們這樣至少有一站是好站 對對對,有錢人住在去 對對對,先吃個早餐這樣 中餐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 十三 什麼地方啊 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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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荒川縣 好,OK 下一個 五十音開頭 九 九 金城小顏 哇,真的超遠 真的假的 對,超遠超遠 你知道這一站 對對對 騙擊 耶 GO 一 好,黑龍王他進來 好 嘿 GO 四 六百木 黃皮 為什麼這不是第一個抽到 六百木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 田圓吊布 龍野川一丁木站 金城小顏站 跟宥田四站 好,因為我們剛剛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 龍野川一丁木站是荒川縣 但荒川縣今天 整條縣停始 所以呢,我們就用剛剛抽到的第五個 就是備用的平河島來取代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安排行程出發給大家看 現在大家看一下地圖 通常呢,我們東京比較常見的活動範圍大概是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呢 會從高原寺車站出發 也是鮑伯家 首先坐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抵達金城小顏站 再來一樣坐一個小時左右 到達第二站平河島 然後呢,往左邊 會到達田園吊布 不會太久 然後一樣呢,再往上 到達最後一站 右天寺 然後呢,再回到 出發點高原寺車站啦 好,那我們出發點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在高原寺 然後會從這裡前往金城小顏 好,我們花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金城小顏 我一下車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有聽到任何人的聲音 在那個非常安靜的區域 對,你看我們後面這邊馬上錦鄰車站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日本的集合住宅 好,那我們現在麻煩東京通包婆 開始研究這一行程吧 其實這邊也是我第一次來 所以我也用Google Maps 或是一些餐廳的軟體來找 像這邊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囉 金城小顏站呢 位在東京的江戶川區 距離我們平常比較常去的上野啊 秋葉原減草 車程大概要半個小時 欸,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沒有到非常熱鬧的區域 你店家查的如何 我覺得 雖然看起來就是 剛一聽感覺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做的 但是我覺得後面這個 就是商店街還蠻有那種Retro昭和的感覺 然後我等一下查的餐廳是一家新開的漢堡店 那我們去吃吃看吧 那我們身後方那種聖伯店 其實在日本的商店街或是小站 還蠻常出現的連鎖的外帶的炸豬排店 那在台灣不知道為什麼 搖聲音變成比較高級的就是炸豬排的店呢 我在這邊走一走啊 突然有一種感覺 就是這邊跟我之前住的那個三支輪的巷子 其實都蠻像的 就是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住宅區晃來晃去的時候 其實日本的那種住宅區的街道 都感覺都很像這樣子 好,我剛剛一進來這家店 第一個是我看到覺得店員非常的可愛 好,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我最近日文也有進步了嘛 然後所以我就簡單的自己用日文點餐 然後第三個是我走進來就覺得 哇,我其實很喜歡這種氛圍就是 很宅地的住宅區 然後很有趣的小店 而且你看因為我們是吃漢堡店嘛 也不是說什麼吃什麼日本料理 然後這個店主感覺裝潢也還蠻有個性的 那我們就趁現在的吃飯等在餐點來的時間 然後來找找看等一下這邊有什麼可以玩啊 可以吃啊,可以看什麼什麼 好,就交給你啦 我要開始睡覺 那我們點的餐點大概就是在一個套餐喔 左右1600 然後加點一個大幅的大概2200 這個東西吃起來出乎意料就是很像麥當勞的漢堡 我真的覺得我這個吃起來有點像豬肉滿腐寶 所以就是很在地的感覺啦 我覺得我們要給老闆一點credit 就是剛剛試吃的薯條 聽得是什麼? 這薯條真的蠻好吃的,會一口接著一口的 而且它亮給很多的 大家來這家店記得點數 中暑練大數 那請你講解一下你剛剛為我們安排的行程 我們應該算接下來這邊的行程算是悠閒 那大家來看一下我的手機喔 我們首先要回到剛剛看到一個還蠻有趣的商店街 那邊好像有一些蠻獨特的建築 那接下來要走到河濱公園那邊散步一下 那接下來走到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寺廟 最後呢我們再回到京城小寺站 我們現在來到剛剛Bub找到的千代舔通商店街要來逛逛 所以如果已經來東京很多次已經逛遍了比較大的景點 何不就是找一個站 就是自己不知道是哪一站 然後就在那邊下車在那邊商店街逛逛 下面就是住宅區走一走 有時候也是蠻悠閒的喔 其實仔細走一走發現這邊有一些蠻有趣的地方 像我後面這個小小的寺廟 然後寺廟旁邊呢竟然就是一個瀑布耶 我們後面這個地藏菩薩的那個碑文啊 竟然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耶 我們剛剛大概走路其實十分鐘左右就來到一個很漂亮的和平公園 我覺得我們今天第一站抽到這個偏住宅區的地方還蠻棒的 因為可以看到後面那個和平公園啊 就有學生啊在假日的時候打棒就蠻有趣的 我們原本預定要來參觀一下的寺廟 後來發現其實是沒辦法進入了 那我們現在就往下一個地方前進吧 吧 你現在已經喜歡看你 那有時候觀察ian 我現在進去到製造 這不是你的阿姨 是因為你這件衣服 你在想著 painting 好呢 那вин 剛剛一口吃下去啊 它這個栗子外面這個 算泥的口感超滅滅 超濃 超香 好好吃喔 這個栗子蛋糕真的是奢華感吃住 它整個給你就是超多栗子的切仔裡面 然後看到這個生奶油 真的是好好吃啊 果然是秋天的滋味 這家Bisket其實離柴柚不是很遠 那我上次原本要拍柴柚的時候 終於要來這家 當然就是因為有點太遠 沒有機會來 沒想到我這次拍這個企劃 居然在路上就遇到這家 然後我們就這樣進去吃 哇真的好好吃 這個企劃真的不錯 可以讓寶寶發現一些之前沒有發現的東西 我們搭乘大概一個小時的電車 現在來到平和島啦 那這邊已經接近川崎 就是生奶川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邊一出站就有個地圖 首先最想去的地方應該是這邊的一大屏幕園吧 平和島位在東京的大田區 最近的站呢是經濟補填 然後它也靠近雨田機場 我們剛剛查了一下平和島這邊的行程 應該原則上會是沿著這個商店街 走到公園 然後呢公園看看之後再去找一個神社 那在這路上如果有看到還不錯的咖啡店的話 可能就會進去休息一下 可以看得出來啊 住宅區果然是名以實為天 剛剛一出來就有松屋啊日高屋 然後這邊還有聖伯店等等 超多那種連鎖餐廳 好 我們平和島的第一個景點啊 來到了平和之森公園 這邊有一個自然觀察員 那真的是沒有想到 隨便一站的第一個景點啊 就是這個這麼特別的自然生態的地方 好 我們第二個景點要移歪的靜甲 就是這個小小可愛的神社 好 我們第二個景點要移歪的靜甲 第三站我們來到了田園調布站 那這邊是東京蠻知名的 有田園居住的區域 所以它可能沒有什麼 太大型或有名的那種觀光景點 但是呢這邊的居住環境應該是非常舒適 那我們就帶大家稍微看看 田園調布站一樣位在 東京的大田區的邊緣 比較近的車站呢是附近的自由之丘 比較特別的是呢 車站附近的街道是成放射狀設計的 在等一下的影片當中也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車站蠻有趣的 街道是呈現這樣放射狀的 圍繞車站的中心 這就是當初他們設計的時候的巧思 所以車站呢會是在所有的整個市中心的規劃 我們現在在車站旁的Pelican Coffee休息一下 然後我覺得它這家店的那個裝潢呢 蠻溫馨蠻舒服的 我們喝完飲料之後呢 現在要在田園調布的這個 周遭區域逛逛 然後這邊聽Bob講呢 就是看起來很悠閒空間很大 那每一個樹跟樹中間都有一些豪宅獨棟的 有點像是東京的比佛利山莊吧 這樣子 我們現在散步來到了田園調布這邊的多摩川淺尖神社 然後鮑伯之群有來這邊看過 所以帶大家走走看可不可以看到夜景 好我們上來淺尖神社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神奈川的五藏小山的夜景了 好 好啦 終於到了 我們今天最後一站 宥天寺站啊 那現在時間大概也是七點半 那我們首先主要的目的就是 先找東西去囉 宥天寺站位在東京的木黑區 是我們今天去的區域裡最熱鬧的 附近的站呢 有中木黑啊 戴冠山 惠比舍 都是非常熱鬧的地區 剛剛找到啊 在宥天寺社站這邊 一出來就有一個3.5幾分 Tabelloku的咖哩 我們現在忙去找找看 可惜今天禮拜天家店沒開 那我們再去商店看看有什麼其他的餐廳 好 那我們在宥天自選人家燒肉店呢 其實他算是連鎖店 但在滿多商店店店 所以如果大家要商店店店 像禮拜天是晚上 然後來這邊玩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有連鎖的店家啊 像燒肉或娘會的主持 其實都還滿合金 因為品質還滿穩定的喔 那其實包補也是第一次吃牛肉飯 我們就來吃看好不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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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舌 還不錯 哇 我們點了什麼東西啊 豪華牛肉套餐 讚啊 豪華牛肉套餐 很軟的好吃 很軟的好吃 爽嗎 爽 那宥天寺這邊啊 真的有宥天寺喔 我們進去看看吧 那宥天寺這邊呢 有個藍瓶咖啡喔 好 那我們行程也要到尾聲啦 我們現在說這台區是宥天寺 稍微往下走一點就可以到中暮黑 那這邊是暮黑銀座 往後面呢就是中暮黑啦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東京都655個車站的隨機日游啦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旅行喔 對計畫通路包裹來說也算是一個蠻悠閒的旅行的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呢 就是我們今天抽到的四站裡面 有兩站算比較住宅區 對 然後在那個田園調部那一站啊 可以看到葉子那個大平台 真的是蠻讓我驚訝的 然後我覺得呢 金城小人那個甜點店 真的讓我就是讚不絕 我真的超好吃的呢 好 那我是希望我們 下一集的這個系列呢 也可以繼續挖掘到更多不一樣 然後沒去過的好地方 我是包博 我是文 大家下期見 掰掰 好多久 所以就可以拿開去桌子 我會看到 我摸你 還不是